首先大概说一下我们上午学了一些新东西 上午的话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关于这个切图 切图的这个操作 那么上午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前端 那么一大工作就是做什么 做页面也叫做布局 那么页面和布局呢 我们总得有个依据吧 我们依据什么来做呢 不能凭空的想着我要做一个页面 就是自己直接写代码 不是这样子是吧 我们参照是什么呢 参照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UI给我们的这个效果图吧 这个效果图 这个效果图就是参照什么呢 效果图就是参照产品经理的什么 产品草图吧 产品草图设计成产品效果图 然后的话前端按照这个效果图的话怎么样 来做页面 是这样的啊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做页面的时候 一般都是参照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图的话一般是什么呢 一般是什么带图层的PSD文件吧 那记得这个地方是要带图层的 是吧 带图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 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 才好 是吗 对一些图片进行截取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上午的话就是把这些相关的一些图片的话 通过什么呢 这个切片工具什么 通过这个切片工具 给它批量切图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批量切图切出来啊 一式性格切很多张 是这样的啊 同时的话 对于要什么呢 要什么 要设置透明背景的这个 切片的话啊 比如说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 这个logo是吧 它是要设置透明背景的啊 所以说我们在切的时候怎么样呢 在存的时候怎么样 需要把它的这个背景给它藏起来吧 是吧 这个logo 它的这个色彩信息是这些 那么它的背景是这个白的是吧 我们用control键点它的背景 是吧 选中它的背景 然后把它什么 藏起来 像这种什么 透明的 这种相当于这种棋盘格的 就表示这个地方是透明的啊 这个时候的话才好存吧 我们存的时候啊 文件存置为外部存格式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把它选中是吧 选中 然后怎么样呢 选择这个png24 是吧 那么它就是有一个透明期盘格啊 如果说你把它选成其他格式 jpg 大家看一下这后面是不是白的啊 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如果说啊 你这个地方没有藏起来 我们看一下啊 好 假如我点取消啊 假如这个地方 这个背景没有藏起来 我直接这么存啊 文件存储为外部存格式啊 好 存储为外部存格式啊 我选择这个logo是吧 我把它选成png24 怎么样 仍然是白的吧 这个背景仍然是白的啊 所以需要做那一步 就是把背景要藏起来才行啊 藏起来之后才能选择这个png24 它就自动的把背景设为透明啊 要不然的话 它不知道哪个是背景 你吃这个绿色的是该射透明的啊 还是这个白的该射透明的啊 它不知道 是吧 所以说你必须把需要射透明的藏起来 它就它就会觉得是藏起来的图层才是需要做透明的 是吧 所以它就会射透明啊 所以这一步比较重要啊 好 那么的话 上午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图片都把它什么呢 把它拿出来了啊 那么的话 实际上我们啊 这个图的话实际上还漏掉一些东西啊 漏掉的东西 比如有些东西我们还没有还没放出来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slider 这个什么 换的片这个地方是吧 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来按Ctrl去点它 到了这个图层里面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slider 大家看一下 里面实际上藏了好几张 是吧 看一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slider03啊 是不是另外一张图啊 还有一个slider04 看到没有 这个是什么 UI设计的时候 已经放在这里了 它帮你设计了好几张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UI在给这个图给你的时候 它会跟你沟通吧 告诉你啊 这个地方有几张图 我先只放了一张 是把虾符藏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要懂photoshop 你就可以是不是很好地跟它沟通啊 是吧 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图层的话 它是不是说的比较郁闷啊 是这样的啊 它怎么跟你说啊 是吧 我这里藏着东西 你说藏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是吧 好 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要懂一点photoshop怎么样 才能跟UI进行沟通吧 好 再看一下啊 这里面实际上还有东西藏起来啊 比如说这里有个left的什么呢 看一下 这是不是有个箭头啊 是吧 这个箭头也藏起来了啊 那么这个箭头 默认应该是显示出来的啊 它藏起来了啊 还有一个right的箭头 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有个right的箭头啊 好 实际上还有幻灯片一般什么 有这个小圆点吧 是不是有小圆点啊 要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吧 好 那么幻灯片的话 我们可以临时切一张 可以是吧 比如说这里切什么呢 切这一张就行了啊 那么的话 这个什么呢 这个箭头我们也得拿出来啊 实际上也得拿出来 它也是一个小图标吧 而且这个箭头的话 只是表示 应该是属于什么 公文啊 属于什么装饰性的啊 也当成是装饰性的啊 装饰性的这种小图片啊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什么呢 把它放到我们的那个雪碧图里面 是吧 但是我们刚才切的时候 是不是没切这一张啊 好 现在没切这一张怎么办呢 我们单独的把它拿过去 是不是这样的啊 拿过去的话怎么拿呢 我们还是放到我们刚才那个雪碧图里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放过来啊 这个雪碧图的话 那么刚才我们把它存在PNG了 是吧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 再把它怎么样呢 再加点东西 是吧 好加的时候怎么加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还是把图层一打开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加的时候大家记得 可不可以从上面加啊 可不可以加到上面去 最好不要加到上面去啊 如果说你这个雪碧图是什么样 是用了之后觉得插图标 再往上面加 怎么加啊 往下面加吧 是吧 你要往上面加的话 你这些图是不是已经定位好了啊 你再往上面加的话 这些图定位的位置是都变了 那你得改所有的样式吧 记得啊 就是如果说要加这个东西的话 怎么样呢 往下面加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上面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放大镜的 它的这个定位还是不变吗 这个定位是什么 TOP是零吧 是吧 这个也是零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TOP的话 就是负的这个五十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等会我们做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知道这个大概是 这个是负五十的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啊 TOP是负五十的地方啊 那么我们往下面加啊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这个图像怎么样 被裁了吧 是吧 刚才不是被裁了 我们希望它再 再什么 再长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啊 再长一点之后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之前学过一个图像 图像大小 那么这个是什么 设置图像大小呢 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把图像大小的这个高度 设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设一下的话 那么 比如说我设个五百啊 五百啊 好 五百设了之后 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效果啊 或者设六百吧 六百啊 好 这么设 这是不是人为的把它设大一点啊 好 点确定啊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整体变大了呀 是不是这样的 整体变大了啊 好 那么这个图像大小的话 就不是设什么呢 这个图像的这个什么呢 图像大小实际上是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把图像 人为的把它放大 人为的把它拉伸大 或者压小 明白没有 好 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不是想这个图像本身 放大缩小 大家看一下 这些图标是怎么样 是不是都放大了 明白没有 是不是都放大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想把这个图标放大缩小 我们只是想什么 这个图像下面占多一点东西 是吧 多一点 多一点空间 明白没有 是吧 这个时候的话 就不能用这个图像大小来设啊 图像可以看到的大小 也可以什么 把图像放大缩小啊 那么这个时候不是这个啊 要记得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呢 图像里面还有个什么呢 还有个画部大小啊 这是新的知识啊 画部大小 画部大小是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是什么 把我们的这个画板变大 比如说一张画的话 设置图像大小的话 相当于把这张画 把它人为的拉 拉大 明白没有 比如说这个画 如果是可以伸缩的话 我人为的把它拉大 是吧 那么整体的是不是变大了 那么画部大小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这个画 画的地方不变 我把这个画的画板变大 明白没有 把画板变大 已经画的地方是不变的 这是把画板变大啊 这叫画部的大小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画部大小那么有一个技巧啊 再看一下这里面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点这个 点这个上面 点上面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幕是不是有个圆点啊 然后箭头是往下面指嘛 这是什么意思呢 点上面它是往下面延伸 明白没有 它往下面延伸 就是说如果说我高度再给高点的话 它会往下面延伸啊 如果是点下面的话 它就往上面延伸 明白没有 好 点左边它就往右边延伸啊 点右边的话就往左边延伸 明白没有 好 我点这个左上角的话 它就往右往下延伸 明白没有 就这个意思啊 现在的话我是什么呢 我是往下延伸啊 往右和往下延伸都行啊 我现在把高度调高 大家看一下什么效果啊 高度调高 假如调一个 调个八百啊 还是调个八百是吧 或调到七百吧 调七百是吧 调七百的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原子的基础上 再增加到七百 增加到七百是吧 好 我点确定是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 下面是不是多了一块呀 啊 这就是画部大小 明白没有 啊 画部大小 就是把这个画部再多一点 我可以画多点东西 是吧 已经画的东西不变啊 好 那么画部大小 叠伸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的原来的这个图层怎么办 就是不够这个七百的高度吧 是吧 我把这个图层一再填充一下啊 再点它 再填充一下 编辑填充是吧 那么再重新填充一下 它就按照七百来填了 是吧 确定一下 这个图层一是不是又填了 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要把那两个箭头拿过来 是吧 那么的话一样的 我先什么呢 先把这个幅度线画好 是吧 那么画好啊 再画一个五十高的一个框就行了啊 好 这么这么画吧 这两个拉一个框下来 这是五十啊 五十的高啊 是吧 跟它一样一样吧是吧 好把它拿下来是吧 好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框拿下来呢 因为辅助线可以自动的贴起它的它的这个边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是不是贴起啊 再把它拿下来啊 贴起啊 好 这个大概是要加两个是不是这样的 加两个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现在要把这两个图拿过来 是吧 这样图拿过来的话 那么我们昨天也学了是吧 我是不是给复制粘贴过去了 一样的吧是吧 好 好复制粘贴过去首先的话我先把它框中啊 框中完之后然后 然后怎么样 Ctrl加C吧 好好像有个问题啊 Ctrl加C到底是Ctrl哪里啊是吧 好 可遗憾没有出现刚才那个错误啊 我学一个啊 假设说啊 假设我 我是吧 当地图人在这里是吧 Ctrl加C的话是怎么样 会出现一个什么不能拷贝的命令吧 是吧 不能拷贝的这个错误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当地图层不是这一层吧 是吧 我们还要到了单地图层这里来啊 好 按Ctrl键点它 点这个箭头是吧 那么是到了这个层呢 Level的话 好这个时候就会复制的啊 用框 选中它啊 把它整个的框住就行了 不用框它们 就是把它整个框住就行了 那么这个图层除了这个箭头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空白的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复制的话 肯定就复制它一个了啊 Ctrl加C 是不是这样的啊 到我的图里面来 是吧 Ctrl加V 是不是粘进来了 粘进来之后啊 然后把它放好 是吧 这样放好啊 好 那么这个图的话 我们看这个图它是 什么 它的边缘比较硬吧 比较 边缘比较硬 没有什么半透明的这个像素啊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顶格啊 实际上是可以顶格的 就像这种什么 这种比较萌的 看到没有 边缘是不是有半透明的这种效果啊 我们就稍微的给它来出一个像素啊 多出一个像素 就是怎么呢 让它什么 让它 就是怕它怎么样 有什么 有这种半透明的像素给裁卸掉了啊 有时候我们把它拿过来啊 好 这个的话就放这里来了 是吧 好 接着的话再来放这个是吧 放这个的话一样的 按Ctrl键点它 是吧 按Ctrl键点它 然后的话把它 Ctrl加C是吧 然后Ctrl加V啊 好 放进来是吧 好 这个放进来了是吧 好 放进来了之后的话 那么大概都放好了是吧 都放好之后 再怎么样呢 啊 再采写一下是吧 再采写一下 好 把它选 选了 然后是编辑什么 啊 不是编辑啊 图像里面有个什么 裁剪吧 是不是裁好了 Ctrl加D取消选择啊 把这个什么呢 图层这个 把这个图层把它隐藏吧 隐藏完之后 然后文件存储为外部手段格式吧 而且记得我这个时候只是存一张图啊 里面没有切片 那么这个时候什么 它会自动的放 它会不会自动放到Imagic文件夹里面去吧 所以说我直接到Imagic文件夹里面去再存啊 存储啊 存储啊 存储的话到这个地方来是吧 然后存储为Icon是点PNG吧 保存是吧 这个时候肯定是替换掉吧 因为之前已经存了一次 是不是这样子啊 要替换掉它啊 替换 好 确定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的这个雪碧图是不是基本上做好了啊 做好了啊 那么就相当于是我们补了两张雪碧图吧 补了两个小图标啊 好 那么目前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什么 好 这个图片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啊 是吧 图片已经准备好了啊 好 图片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些图